咱们收到四个次旋幅 知道看一下怎么去调 首先呢 把这个次旋幅机器呢 放到一个尽量平整的平的一个桌面上 插上电源 这个左边这个LD灯指示灯呢 应该会亮 右边那个电源指示灯的话是检测幅子的 幅子放下去会亮 边上四个小耳朵的LD灯的话 它是检测幅子位置的 一个幅子位置 一个指示 刚开始放的话 最好这里电个东西 要不然这个磁铁很容易撞坏 你看一下 放的话 放好之后 正常你前后驱动的话是有力的 左右也是一样 当你幅子偏向一边的话 它这个LED灯啊会暗一点 来看一下 你看没有 我往这边去拉了一点 它这边会暗掉 这边也是一样 我往这边的话 你看 它是有力的 在这里 正常去放的话 哪边斧子越暗 说明它偏向哪边 来看一下 这个斧子有点暗 说明它斧子偏向我这边 怎么去调呢 这个方向去看 这个电位器调节是左右 右 右边这个电位器调节是前后 往这边拧 往这边拧就是 斧子往这边偏 前后呢 就是如果说往后拧 就是它越往后边 现在是往我这边偏 那说明刚才说了 是这个电位器对吧 这个电位器调节前后 往我这边偏向我这边偏向我这边偏向说明这个电位器要往后拧 没错吧 就是来看一下 我放下去之后 这边灯暗一点 说明往这边偏向我要给它往后调一点 手上要扶一下 然后给往后拧 拧到尽头 它可能中间要十几圈都是无效的 可以一直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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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现在已经往后偏向 来看一下 我现在拧的时候它会动 往后会偏很多了 我再往回拧 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遍 我往后拧 它会往后面偏一点点 往后偏了 我往回来 它会往回走 正常来讲的话 四个应该是差不多量 然后电流的话 它也会慢慢减少 电流会慢慢减少 然后正常的话 应该是在60到200之间 它会慢慢减小的 来看一下 它现在会慢慢减小 如果说长时间没放好的话 它这个就会发热 这个线圈会很烫 可以在 如果很烫的话 就是可以休息半小时 那现在在 再 再挑 感谢观看